在热播剧《那年花开》月正远当中 孙丽、何伦东与陈晓等一种演员都表现出了朴俗的演艺功底 尤其是孙丽一直备受肯定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部剧中的老戏故也很多呢 在何伦东饰演的吴聘前死之后 饰演吴聘老爹吴维文的张晨光 也在微博发文感慨 昨天还在骂你 今天明天以后都不骂你了 原来粉丝纷纷关注 说到张晨光 那绝对是老戏古著的精品 年轻的时候也是一名偶像小生 张晨光一副风度翩翩的俊朗帅气的模样 与刘德凯不分上下 吸引无数明媚的关注 经过这么多年的演艺磨练 张晨光早已经游刃有约 在那年花开月正缘无聘残死以后 张晨光将一个老父亲的痛苦与无计可施 演艺的微妙微笑 当得知孙力饰演的周莹怀孕以后 她在五家东院 搭上奶奶的门口转来转去 又哭又笑的模样 真的挺有感染力的 尤其是那句 五家东院有后来 让所有人都跟着松了一口气 其实张晨光几年来 拍了很多热播剧 比如《婚乐送中小包总的父亲》 《真爱的谎言之》 《破冰褶住的大毒枭》 还有《辣妈正传》 也跟孙力合作 现实生活中 她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老婆保养得非常年轻漂亮 一家人很幸福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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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